民党 鎖定莫非打擊的對象之一 各位 關閉人 有關閉人 我們要來這裡 歡迎 關閉人 感謝 非常感謝 我親愛鄉親時代 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記得嗎 每一次 秀英 若是來 都幾路萬人來這裡拍拍照 跟嘉義的時候 關閉在這裡演講 都參與大家三約束這件事 就是要請大家 一定無論我們認真水票 認真求票 尤其是我們要向國民黨求求 我們要向淺藍的對象拉票 我們要跟他們說一件事 就是說為了台灣好 一定要讓國民黨倒 讓國民黨大失敗 是為了要讓他們大翻勝 讓他們大翻勝 是為了要讓他們大改革 讓國民黨大改革 是為了要讓我們兒子 兩大黨都台灣黨 兩大黨都民主的政黨 這樣好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 不及後 這段時間以來 就好參與 剛才邱藝營委員所說的 我們看到的 是蔡政緣邱藝連線 專門抹黑蔡英文 我們所看到的 是對台灣頭和台灣外 所有國民黨的選舉策略 都是抹黑賣票 今天 高雄每一位候選人 高雅 教文教文全保 給國民黨抹黑 非常傷心 今天 我們民進黨黨團的群組 大家都很懊惱 因為 對我們的黨台灣 發連團出來 發連抹黑 我們蕭美琴 是用過非常惡毒下流的 非常光碟在抹黑他 專門 國民黨 他必須要大歡聲 大家希望他大概念的時候 國民黨 在那裡大墮落 大沉淪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認真求票 無論怎麼樣 讓國民黨大失敗 讓他去大歡聲 讓他打在肚子四眼圓 好不好 在這個中間 我要給大家報告 黑暗勢力之中 還是有一線曙光 張 我 去記上 大臣一包聚集的禮 十件禮拜票 十件禮 是非常非常的青年 我去拜票的時候 走過路 後面的爺爺奶奶就說 說 民進黨第一次有人進來拉票 因為我們 我們單局市長的政策 在基町 美 美化了他們的生活環境 美化了他們的生活環境 有一位 有一位田小林的大姐 她跟我說 我們是深藍的 沒有想到 是民進黨的管 是民進黨的管碧琳 替我們平反 她可以不必再當匪碟的女兒 田小林大姐跟我講 鳳山新城 有一個步道 他們非常需要政府 替他們去好好的整修 所有的委員 就是許智杰委員幫他們處理 他們說 過去林代華委員在鳳山的時候 林代華委員也願意服務 黃埔新村跟鳳山新城 這樣眷村的朋友 田小林大姐跟我講 說他們看到 他們的管村 讓管碧琳、許智杰、林代華 給我們的時候 田小林大姐告訴我 她願意支持小英跟陳建仁啦 拜託大家 當國民黨的中央在腐敗、在墮落 當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仍然停留在抹黑跟買票的 政治文化當中的時候 國民黨的基層 甚至於眷村的老伯伯 都看到了天邊的一束光 都看了台灣最理性 最光明的力量 都集中在蔡英文 跟民進黨的身上 拜託大家 黑手村一個禮拜而已 這禮拜不能放棄 管媽在這裡舉了這幾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 往前欄去拉票之外 甚至於可以往深藍去拉票 大家一定要努力催票 也要努力拉票 好不好 小英百萬票 高雄全力打 搶救中孔昭 搶救陳其邁 高雄不是九席 高雄是十一席 每一席都要進入下一屆的立法院 好不好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 管媽說的 高雄是九席 高雄是要八十一席 再一次跟管兵人 請請給他鼓募一下 謝謝我們的管媽 管媽剛剛告訴我們田女士的故事 在我的選區左南也是這樣子 他告訴我們 只要願意服務弱勢的人群 只要願意照顧這塊愛土愛鄉的人 不管你是原住民 外省人 本省人 我們都是駕槓給台灣人 對不對 在我們高雄 有鳳山 有岡山 有左營 都是眷村 這些眷村的子弟已經覺醒了 讓我們給他們鼓勵 給他們熱情 讓他們支持蔡英文 讓他們支持陳建仁 讓他們支持為了這塊土地打拚的民進黨 好不好